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结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由于锡盘内部压强小于大气压 另外压力差超过了房屋重量 5吨重的房屋在3米高空被戴森持续吸附住 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 如果我们此时关掉吸尘器会发生什么呢 失去戴森的强大吸力 空气瞬间涌入吸盘 另外压力差消失 房屋自然就会掉落 强大的吸力得益于戴森全新一代G5马达 可以实现每分钟13万5000转的强大转力 正常情况下可持续使用70分钟 更好地满足续航需求 吸尘器吸气房子展现的是它强大的真空度 但吸尘器不只是要靠真空度 还必须要有强大的气流速度 毕竟只是吸气低毯 那可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一台好的吸尘器 才能够把隐藏在地毯地板缝隙深处 这样难以清洁的灰尘彻底吸除 那戴森G5的动态气流表现怎么样呢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我们设置了一组高难度的科学测试 看一台吸尘器的气流速度强劲在哪 我们将吸尘器与烟雾箱 通过一段弯弯热热的管道连接在一起 这段透明管道长达12米 管内放置的彩砂是模拟生活中较大的颗粒物 彩砂数量500克 相当于上海100坪空地三个月降落的灰尘 而烟雾箱中的烟雾是为了模拟微小颗粒物 那现在就开启戴森G5 来看看它的气流有多强劲吧 12米长度的G5管道 对吸尘器的气流强度提出了考验 管道弯折处容易形成气流不易触碰它的死角 戴森吸尘器强劲的气流 横扫整个管道 每一处灰尘都被裹挟着飞向出口 仅仅10秒 管道内的彩砂就被吸抽干净了 当我们在左侧的箱体放满烟雾后 仅仅90秒 透明箱体内隐藏的威胁 粉尘污染物都被清理干净了 戴森吸尘器这如龙卷风般强劲的气流 可以轻松拥顿生活中各种难以清洁的地方 比如深藏床垫的满虫 比如地板缝隙里的碎屑 再比如地毯上的动物毛发 那么这么多的粉尘都去哪儿呢 会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呢 当烟雾线中充满烟雾时 我们看到PM2.5数值 一下从49标升到999 而放置在戴森出风口的PM2.5仪器 在吸尘器开启之前指数在20字左右 这是正常的空气指数 开启吸尘器吸入这么多烟尘后 指数却逐渐降为零 这意味着一点细小微尘的溢出都没有 那这得益于戴森强大的HEPA整机过滤系统 可以过滤小至0.1微米的颗粒物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是10微米的微尘颗粒 而这是50微米的头发丝 也就是说戴森的HEPA整机过滤 甚至可以过滤部分病毒颗粒物 比如H1N1病毒 这有效避免了二次污染 在日常使用中 即使吸一些很细的微尘也不担心溢出 如何避免二次污染呢 第一是吸尘器的密闭性良好 第二是滤网过滤性能一流 第三是气旋分离技术 那什么是气旋分离技术呢 还记得刚才戴森吸入的大量彩色粉尘吗 我们看一下滤芯是不是已经变成彩色的 然而滤芯干净如芯 并未沾染彩色粉尘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 沉气分离的效率依赖于气旋设计 如果气旋设计的不好 不仅起不到尘气分离的作用 还会造成气道堵塞 导致吸力衰减 戴森G5的多锥气旋 简单说就是通过离心运动 将灰尘尽可能的甩离中央气道 沿着内壁的螺旋形状 向下进入集尘筒中 而干净的空气则会从中央气道 螺旋上升向外排出 强妙实现尘气分离 固体和流体混合物的分离 使风道清洁顺畅 吸力始终不减 这也让吸尘器更加的耐用 总结本次的实验 戴森全新升级的G5吸尘器 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场 它对空气科技的利用 它有强大的马达 强劲的动态气流 害怕整机过滤 还有戴森独有的气旋分离技术 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 戴森对科技的追求 戴森在不断地创造 吸尘科技的变革 为客户带来高效 寂静的体验 好了 脑洞不设限 实验助针之 这里是新奇实验室 咱们下期再见